各位觀眾你知道為什麼海明威這麼喜歡古巴嗎 為什麼Frank的哥哥 因為那個地方實在是靈感的來源 所以因為他是一個已經這個被保護得很好的一個算是古國是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這個古代的車子跟古城都可以逛得到嗎 其實在這個這個歷史講起來就很久遠了 我們不方便在這裡介紹這個留給當地的導遊來介紹 我們不需要介紹這個而且在在網上你都可以收到 那只是我們覺得當地的風景很多的東西都是我們念書念過的 可是呢沒有機會去看到的 老人越海我們從小就念過了這個名作 可是這個作子海明威我們耳熟能詳 我們這次真的會帶大家去看看他的古局 那我知道這個很多人到那邊去都可以一待待很久 我們這次華語電視跟我們美國亞洲旅行社的這個團 只有八天的精華遊 但我們會切入重點每一個都去看嗎是不是 我們真的是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帶進去了 所有的元素都放進去了 而且重點是我們把所有的門票通通包含在我們的團費裡面 所以我們去了你就是帶一本護照 我一直在強調你就帶一本護照就跟著我們走了 當然心裡你要帶了 哇哈哈全部八天的這個行程呢 我們住的都是當時最好的一個酒店都是五星級 另外吃的都是一時之選的風味餐 再加上學燒灑開古董車 還有去看海明威的故居 是不是他的這個古城非常有名啊 我看那個周杰倫都在那邊拍片 特尼里達我們在廣告在我們的行程表裡面 我們特別的去描述他 在這100年當中即將消失的一個古鎮 所謂的消失並不是他完全沒了 而是說他的那種沒有被資本主義渲染過的那種文化 你進去看了你會覺得好傳統喔好鄉下喔 但是呢好漂亮喔 聽說那邊有個酒館非常有名 我們也會去嗎 對對那裡有好多其實有好多個 我們只帶大家去其中的一個一邊喝 一邊聽音樂一邊你就自己你就跳起來了 哇那他這個當地現產的萊姆酒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去看看他的這個製作方法 對我們在製作到 倒是我們只是看他一個流程啦 我們可以品嘗 對其實在在我們住的那兩天的酒店裡面 你隨時都可以喝得到 但是萊姆酒單喝你大概並沒有那麼好喝 他都是調酒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是帶來一趟這個古城來去一次古巴的話呢 一定有專家住在巷子裡面的人帶我們去 我知道美國亞洲旅行社呢 Frank哥哥你已經去過非常多次 你也知道我們華人愛什麼樣子的一個這個旅遊行程 你是每一個都精挑細選幫我們挑出來的 對我們其實已經做這個行程做了好多年了嘛 那也經手過那麼多的團體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我們大家喜歡什麼東西 我們只有更好 我們只有把它做到更好 太棒了 11月15號我們一起出發吧 去古巴巴天精彩的旅遊